台南大学120多位师生经在台南空军443连队的安排 首次进入台南空军基地驻地参访 实际参观基地内战机弹药、防空炮兵武器装备展示等 学生说在校园经常听到战机呼啸而过的声音 但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的看到战机既难得又震撼 南大为推广全民国防教育与国军人才招募活动 经由军训市主任廖义成带领师生实地走访台南空军基地驻443战术战斗机连队 特别安排参观队使馆、宪兵武器装备介绍、飞机及弹药展示及防空炮兵武器装备展示等四大主轴的体验活动 师生一行人首先参访队使馆、了解空军连队的历史与严格 并认识宪兵的勤武型态、宪兵警卫勤武为卫少派遣、警戒监视、巡查等 维护重要国防设施、军事基地及重要官署、机构、人员的安全 还观赏宪兵夺刀、夺枪及勤拿术等战绩表演 精彩的操演令师生惊呼连连 随后在连队人员的带领下师生进入战机场 参观各式战机看到国人自制的IDF经国号战机 学生不禁拉高分被兴奋地表示 在校园经常听到战机呼啸而过的声音 但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地看到战机既难得又震撼 学生也说官兵致力于飞行训练与装备维护 保驾卫国实在很不简单 廖亦诚则说 借由台南空军机 地参访体验 师生实际了解国军的战备与勤务 不仅对国防体系更加熟悉 更提升全民国防意识与荣誉感 台南空军基地-443战术战斗机连队的战机操演 为军事迷所津津乐道 托报戏资料罩分享 空军防空既飞弹指挥部于九月编程典礼上展示国军先进防空炮兵武器装备突爆气资料照 分享台南大学士生惊天时地造访台南空军基地-443战术战斗机连队突台南大学提供分享